坦白讲 叫做因果 种下的因 现在结果 所以现在来这里呢 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 从别人的故事里面 尤其是像 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 我们要让大家 真正能够体会到 人 不是只有一生 但是如果你这一生 人没有做好 造作种种恶业 决定会影响到自己 生生世世 恶业造得重 这一生果报就现前了 这个果报在佛法里面叫做花报 先开花后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现世报 那更何况 来生后世 追着你药 你怎么能够逃得了 那个因都是自己种下去的 佛在愣言经里面跟我们讲过 一切诸法 为心所献 一切因果 世界为成 因心成体 谁的心啊 谁的心啊 自己的心 自己心形的造作 患得生生世世的苦报 今天 墨学 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报告这段 张老师的因果事实 最重要的呢 是我们希望真正能够帮助有缘人 更认识因果 早日颤除业障 向善回头 佛告诉我们 苦海如边 回头是岸 我们希望借助大众的力量 将所做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张老师和张老师和家 愿张老师和家业障尽销 付贿圆满 同时呢 也回向给这次发心 制作流通DVD的同修们 感谢大家发大心 以及呢 回向给法界一切的众生 墨学在这里祝福大家 同正无上佛道 大家无量光无量寿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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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